雖然不太有生物 可是我們還是要去探測了解一下 當然我們目前都還聚焦在太陽系裡面 這個是告訴你1969年人類第一次登陸月球 所以前幾年有一個登陸月球週年紀念 日月的週年紀念 然後這是美國的去火星 這個後面這個六有一個小時候看到他 那是當年很轟動的 比去年吧 那個好奇號還要轟動 因為那是美國人停止探測火星之後 手再次啟動探測火星的活動 所以當時非常的轟動 要讓它轟動去看 然後呢 如果你有注意新聞 前兩天NASA發射一個獵戶座 才火星到天上去 然後玩一玩到下午 那個獵戶座的探測是要為了 將來想要登陸火星做準備的 美國人想要去登陸火星 將來為他做準備 所以他做了很多次 派很多人在這邊繞繞繞去收集資料 包括天上繞繞 還包括地上爬的 一樣好的 收集資料 為了他登陸火星做準備 OK 目前為止沒有發現生命跡象 就是他那個六輪小車那裡 掉下來 打開來拍一張咔嚓照片 我們死老百姓呢 就負責看一下 哇 好荒涼啊 就可以了 科學家會去看這些石頭的樣子 分布的情況 有受到什麼力量的作用 有沒有流水侵蝕的痕跡 什麼之類的 他會研究整個火星會就是地層紀錄地質事件 曾經有過什麼事情 OK 這是火星 那就是那個六輪小車 六輪小車 他呢有六個輪子 不知道為什麼說六個輪子 六個輪子 然後呢 走得很慢 為什麼走得很慢呢 因為要走得很穩 因為他如果翻倒了就沒有把他浮起來 所以要慢慢走 然後呢 這個美國人很無聊 幫石頭取名字 叫做Yupi 如果我沒有記錯的話 那個Yupi是我小時候的一個打頭影片 美國王石頭人的一隻熊 會跟那個 會跟遊客去玩耍啊 偷他吃東西啊 什麼之類的 然後說 現在就請他去Yupi那邊掛一掛 收集資料啊 好的 Pace Pound 這是他的船叫旅居者 上面那個叫做Pace Pounder 然後這是去年 現在是去年吧 發生了差好多對不對 這是上上彈 這是第一步 中間還有一歸兩步 最近這一步 看起來都偉大 好 好奇 現在還在火力上面到處亂把 稍微再轉 紅幾號 然後呢 美國有一個先鋒10號跟11號 當初經由CasaGun的一個美國著名的基本上的建議 放了一個鍍金的示板 希望到外太空去之後 能夠被有智慧的人撿到 知道東西哪來的 鍍金示板 上面有個男生跟個女生舉手說HELLO 後面那個行動的太空船的形狀 當作比利時 告訴他到底有多大隻 往後邊來了 左手邊散開的叫做太陽 從太陽來了 怎麼知道太陽在哪裡 旁邊的線條是當時的星大線波薩星 利用波薩星的波長定位 調到太陽的位置 下面 從太陽數過來一三顆星發出去 經由木星的重力甩過來 它這樣過來 上面有宇宙間最常見的元素7 然後有那個up-down 就是你們不知道的事情 可能就是氫原子模型 然後有數字顯示 OK 就是希望被一個聰明有智慧的人撿到之後 他就知道這個東西從哪邊來的 OK 好 這是第一彈 後來就進步了 放光底 放光底 可以放 有聲音 有圖像 有五十五種語言的問候語 還有一些圖片 放在裡面 讓他拿到裡面 你看就知道 好 這個就告訴你怎麼使用 從哪邊來的 怎麼使用 放在上面 我挑了圖片 我挑了一張 有世界和平味道 不知道我們的千元大超是不是學他 小朋友圍著地球裡 我看到這個地球裡 OK 這邊有首 結他 結他 好 五十五種語言的問候我找了三個 我聽得懂的 英文 Hello from the children of planet earth Hello from the children 從那小孩來 on the planet站在行星上 從在地球 從這樣稱為地球的行星上的人跟你說 小朋友跟你說 Hello Hello from the children of planet earth 各位都好吧 我们都能想念你们 有哭起到这儿来玩 各位都好吧 我们都能想念你们 有哭起到这儿来玩 想念你们想着 下一个声音在台湾的网页上 往自己脸上贴金 说他讲的是台语 NASA的网页上说 他讲的是厦门话 所谓的厦门话就是闽南语 所以他讲的叫做闽南语 台语就是闽南语 只是因为台湾被日本人统治过 所以留下很多日本话的遗迹 本东啊 恒德鲁啊 口秀啊 那都是日本话留下来的 但基本上台语就是闽南语 所以他讲的是闽南语 台湾是闽南语 您好 您吃饭了 你吃饭了没有 台湾比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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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好 您吃饭了没有 你吃饭了没有 五年一万一整 有空来我们这一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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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我还是我 地球人 台湾比喻 您好 你吃饭了没有 你吃饭了没有 五年一万一整 好 就是那个光点 就是希望送出去之后 不会是被草乳虫捡到 草乳虫 是被有智慧的生物捡到 他可以看来到 可以拨得出来 可以了解这个东西从哪边 来的 海边来的 对我们地球多一些了解 就是我们的一些探测状况 OK